菲律宾军方公布画面 两架中共军机尽在飞国A-29B巡逻机上方绕飞 事发在25号 菲律宾首次与欧洲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巡逻 CNN指出不止菲律宾 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曾抱怨中国的危险拦截 现在菲律宾强化与盟邦的军事合作 在分别与美国澳洲联合海空巡逻后 明年可能联合美国澳洲等盟国 在西菲律宾海举行多边巡逻 反制北京的扩张行动 澳洲是美非盟友 但是不久前才跟北京修复关系 中共中央都外领路部部长 在水利科技大学谈澳中关系时 预待警告 从东海到南海 澳洲跟北京之间连续发生军方摩擦事件 对两国是否真的修复关系蒙上阴影 TVBS新闻 叶俊宏陈玉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